歡迎打開Lob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我願意Adrift 冰島導演巴塔薩科馬哭指導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Shaleen Woodley 以及我就要你好好的的 Sam Cleffin 主演 這是一部由真人真實改編 一對戀人在海上遇難的愛情電影 看完之後雖然他的口碑沒有很成功 但是我願意這部電影 我覺得他是今年數一數二的愛情電影 除了男女主角的感情好看之外 整體攝影、實地、海上拍攝的畫面都非常的精彩 是故事、劇情、畫面都蠻精彩的一部電影 在這部電影當中跟我就要你好好的 一樣都是躺著轉的Sam Cleffin 看了他幾部電影 我覺得他有越來越帥的跡象 從花美男由成功的轉型過來 去飾演這一個浪跡天涯的迷人航海家 在這部電影當中還身兼製片的Shaleen Woodley 是一個我也很喜歡的新生誕女演員 看過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你就會知道她有一種很青澀、很純真 又讓人疼愛的魅力 而在這裡你會感受到這個年輕的女演員 非常認真的想要挑戰自己的決心 完全沒有只想要待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 沿蝦很安全 大家喜歡的角色就好 在這部電影當中他是蠻犧牲的 在一般的時間裡面 他都是受困在海上的狀態 所以他的樣子是蠻慘的 包括那個特殊化妝要畫出 他那個嚴重曬傷的樣子啊 還有要控制飲食餓得不成人形 這些表演對他在我的心中 是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想航海對大部分的觀眾是陌生的 應該不是每一個人的夢想 都是要當海賊王 這部電影有一個好看的點 就是在這個船上的裝備 還有一些道具啊 或者是食物啊等等 他們在海上漂流的四十幾天 是需要依靠這些特別的東西 才能存活下來的 劇情的部分 這兩個主要的角色 他們是很相似的兩個人 男生大女生蠻多歲的 但是卻一拍即合 我覺得前半段這兩個人 認識然後相戀的部分是很好看的 因為他們相遇的地點是在大溪地 所以不會有一些 我們常常看到的什麼咖啡廳 電影院啊 一些比較普通的戀愛場景 總而是你看到 他們都讓對方去看見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帶對方去到一個自己沒有去過的地方 他們都讓彼此成為對方的嚮往 用這種方式去吸引彼此 尤其是這個年輕的女主角 很難想像有這樣子的女生 這麼勇敢獨立的在浪跡天涯 而這兩個不願回家的人 在各自的生命當中 不能說迷航 應該說在流浪 在尋找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順便欣賞這一路上不同的風景 但當他們愛上對方之後 就好像找到了一塊陸地一樣 就停留下來了 不願意離開 這個地方電影裡面是沒有解釋很多 而是把重點放到這兩個人在海上遇難之後 他們的相處 彼此互相扶持的部分 我們會更看見他們是多麼的愛著對方 這部電影所講的愛情 你可以說是飄洋過海 跨越地球 找到彼此的一段愛情 也可以說是完整彼此的另外一半 但對原本在海上獨自航行的男主角來說 是讓彼此不必孤單也不會孤單的愛人 讓這兩個人像是有了船帽的帆船一樣 不必在四處漂流 我覺得這部電影很大的一個重點是 人生中最美好的愛情都是讓人成長的 讓你更勇敢 讓你有更強大的意志力 變得更好 更強壯 男女主角在大溪地談戀愛的部分是賞心悅目的 而後半段的海難部分 則是會讓人感到絕望的 所以會有一點點的沉悶感 如果你不討厭雪林伍德莉的話 她是有撐住這部電影這些比較沉重的劇情的 她的表演相當的真實 會讓你感覺她真的在那艘船上一樣 結局是感人的 我想很多的人都會被感動到 包括這個女主角在海上面對一個個的難關 努力克服時候的精神 是一個還算劇情扣人心弦的故事 特別推薦這部電影給喜歡看海難 還有文藝愛情片的男女朋友一起去欣賞 我願意 A DRIFT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